現在洪仲秋的亡死案 也引發了全民的憤慨 那麼雖然國防部長也承諾了 一定會徹查清楚 不過家屬卻發現 洪仲秋在生前 其實有傳了五封的求救簡訊 分別給了政戰主任跟旅長 但收到怎麼沒有人處理呢 我們看到洪仲秋 當時寫了手機的簡訊 他說呢 他要被懲署禁閉七天 不過他說呢 他有這個輕微的幽蔽恐懼症 他不知道是不是能夠撐過 這一個禮拜 另外呢簡訊當中有提到了 說呢他有看到 這個連上的士官長 居然拿一堆飲料 然後呢去這個813軍醫院 來請這個體檢部門的人 他說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有被請喝飲料 所以呢才會讓他的 體檢報告迅速的出爐 這個是在他生前的求救 簡訊曝光了 但是家屬不能理解的是 為什麼這簡訊都發出去了 但是這些人也收到了 都沒有人理 那麼讓洪仲秋眼睜睜的走向死亡 枉死的洪仲秋生前是個開朗少年 卻在軍中被操到暴斃 家屬秀出他最後簡訊 質疑本來悲劇可以避免 洪仲秋在六月二十七號發簡訊 給政戰部主任 開頭表明自己身份 坦承攜帶微禁品 被懲處禁閉七天 但他有輕微幽蔽恐懼症 不知道能否撐過這七天 還質疑剛體檢完 報告馬上出來 新衛中心約談完就說隔天 要讓他進禁閉室 動作為何如此迅速 他還說看到連上士官長拿著飲料 請八一三軍醫院體檢部的人喝 懷疑對方被收買 只為了快速懲處他 本來這封求救簡訊 是要發給政戰主任 結果撮發給五四兩旅的旅長 兩人事後都證實有收到簡訊 卻沒有人立即伸出援手 家屬痛批 軍方根本是眼睜睜 看著洪仲秋走向死亡 洪仲秋進擊斃事前 分了五次發送這三百多字簡訊 給旅長還有政戰主任 明明兩人都有收到 卻沒人回應 死後才說對不起 求救內容變成最後遺言 隨著洪仲秋簡訊曝光 揭發出軍中醜陋的黑暗面 還有部隊長官的武情 董蘭新聞 陳怡 郵雙如綜合報導